深夜宮廟前 驚傳十多名二煞 聚眾圍毆持刀砍人 指間校弄內冒出陣陣火光煙霧 伴隨著碰撞聲 還有幾名男子在煙霧中不斷晃動 大聲叫罵 嚇得住宅民眾驚呼連連 警方互報出動快打部隊前往現場 但砍人的十多名二煞早就逃逸無蹤 被砍傷的兩名傷者送醫治療 只剩宮廟人員留在現場 地上還留有丟直信號彈的痕跡 以及開山刀刀套 警方在現場拉起封鎖線 這起二煞砍人事件 就發生在新北市新莊區 中和街一處公廟 一名少年因不滿朋友遭到欺負 竟然揚言要帶人拼輸贏 沒想到六號晚間十一点多 就帶著十多名二煞 到公廟前叫嚣還燃燒信號彈 與對方人馬扭打成一團 過程中還造成二煞裡 兩名少年身上多處挫傷 警方將宮廟人員帶回說明 並積極調閱監視器 持續追棄這十多名尋仇二煞 只是不顧深夜已經是休息時間 群聚動毆還帶刀砍人 誇張行徑嚇壞附近住戶 記者和宇翔新北市報導